猎王记下第八章 以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 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 妇人就起身 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非利式地去 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利式地回来 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丽莎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基哈西告诉王 以丽莎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丽莎所救活她儿子的那妇人 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 基哈西说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她的儿子 就是以丽莎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 她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 说 凡数着妇人的都还给她 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 以丽莎来到大马瑟 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 有人告诉王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就吩咐哈达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她求问 以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于是 哈达用四十个骆驼 托着大马瑟的各样美物 为礼物 去见以丽莎 到了她那里 站在她面前 说 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 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以丽莎对哈薛说 你回去告诉她说 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她惭愧 神人就哭了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 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杖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 摔死他们的婴孩 抛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也能行着大事呢 以丽莎回答说 耶和华指示我 你必做亚兰王 哈薛离开以丽莎 回去见她的主人 主人问她说 以丽莎对你说什么 回答说 她告诉我 你必能好 次日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 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于是哈薛 窜了他的胃 以色列王 亚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约沙法 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 做了犹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 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 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 却因他仆人 大魏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尤大 照他所应许 大魏的话 永远自灯光 与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约兰率领 所有的战车 往撒易去 也捡起来 攻打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长 尤大兵就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这样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被叛了 约兰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尤大列王记》上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谢 接许他作王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 约兰十二年 由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 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效法亚哈加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与亚哈加一样 因为他是亚哈加的女婿 他与亚哈的儿子 约兰同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亚兰王哈薛征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一致在拉末 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 所受的伤 尤大王 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 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色列 看望他